國旗在社區之中旗彩飄躍 很多社區和民政署都舉辦了很多星期禮 教導我們的年輕人和學生 愛國是一件甚麼事 國慶是一件甚麼事 我們今年的國慶亦都覺得相對安全 我們不需要擔心外國或支持祖國會成為保護圖的公務目標 今年我們可以多攪活動 見證國旗在社區之中旗彩飄躍 這選舉完善令我們更多基層的代表 可以影響政府的政策 政府的施政更加貼近民生 落實愛的治港和國安法實施後 其實都多了很多民生政策 終於可以擺上立法會 因為之前立法會是搗亂為主 政治表達為主 完全沒有談到民生事項 或者將來香港應該怎樣發展 特首公布的施政報告 規劃了我們接下來的房屋土地發展是怎樣 我們將來香港怎樣發展新界筆 怎樣跟祖國融合的大方向 怎樣的政策落實 全部都有著墨度 在未來的立法會之下 亦相對容易談到政策出來 聚焦到政策出來 去改善香港的民生 我覺得我作為選民 我一定會投票 我也鼓勵大家要珍惜手中的一票 支持完善選舉制度 出來投下支持的一票